今天去看艺术展 在花博园区 达伦不会念 画蛮现代的我喜欢 除了以卡通人物为主角 也放入了很多钱和虚拟货币的元素 这位作者的作品很酷 是用铁网去制作的 真的无法想象是花了 多少时间下去制作的 这位作家的作品 我觉得普通 没什么感觉 这个也 是还蛮可爱的 这服我喜欢 有猫就给赞 这位作者的作品蛮奇幻的 有着特别又可爱的风味 色彩很缤纷 彼斯有立体的雕塑作品 作品多以雄为主体 蛮好玩的 展场实在太大了 走得好累 接下来你们自己看吧 这个作者还有 找音乐制作人一起创作 等我中乐透 也要收藏一个 吉马 作品荧光气幻 我喜欢 他的作品感觉比较平易近人 以一些都市里会看到的场景来创作 以一些都市里会看到的场景来创作 这个作者我喜欢 作品蛮恐怖诡诀的 这个创作真的很特别 放在家里一定会吓到家里 实在有趣 这个作者应该是我最喜欢的其中之一 现场看很有生命力 又带点科技的忧郁 像是超度的飞天小女警 这位作家的作品都是立体的目标 也是蛮特别的 这位作者的风格就有点混乱 但是有一幅我非常的喜欢 这个远看是宇宙的星河 拉近后 那个圈圈 似乎是用钞票剪成的形状 非常的酷 这一幅画也是同样的逻辑 全部看完大概花了一个多小时 心灵感觉蛮充实 明年有机会再来看展楼